黄晓明高攀了 与小16岁女友叶科出国游 女方身份背景被曝不简单 前段时间黄晓明在机场被拍 旁边的女生更是他的绯闻女友叶科 值得一提的是 二人虽然相差了16岁 但黄晓明却将其宠成了一个公主 甚至还将其保护得很好 虽然二人至今都从未对外正式公开过恋情 但从一些小细节中 也能看出他们究竟有多恩爱 例如这次出国游 叶科的包包都是黄晓明亲自帮忙拿的 但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叶科究竟是什么来头 让黄晓明如此宠他呢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叶科才不是什么简单的人 他的原生家庭十分的优越 其父亲可是一位十分成功的企业家 母亲也是某房地产的开发商 而且她本人也是一个极具投资眼光的女强人 不仅涉足了多个行业 而且还坐拥自己的电商平台 导致其就算是在家躺平 每个月的收入也十分可观 不过其感情方面也是有些许的坎坷 据说在早些年时 他曾与一位矿石老板步入过婚姻的殿堂 起初二人也十分甜蜜 叶科甚至还为其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等原因 二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最终叶科成功拿走了一大笔资产 不过这笔钱对于叶科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因为他已经凭本事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过上了十分豪腾的生活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众多网友都直呼 在这段感情中是黄晓明高攀了 其实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叶科之外 黄晓明还曾与赵世锦传出过绯闻 今年八月份时 赵世锦被拍到经常与黄晓明去剧组陪其工作 甚至二人还被拍到疑似同居 这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黄晓明就被拍到与叶科复合一起出国游 不得不说 黄晓明的日子简直是太潇洒自在了 这样的生活可是让前妻杨颖羡慕不已 同样是离婚 黄晓明带绯闻女友出国游 杨颖却憔悴带娃看病 前段时间 从流露出的照片可见 二人十分的亲密恩爱 值得一提的是 此消息已经曝光后 最让人心疼的就是杨颖 因为杨颖如今的处境可谓是跌落谷底 先是因为封马秀一事遭到众多网友的抵制 更是遭到了软风沙 而且更让人心疼的是 杨颖在风波之后 更是被拍到深夜带娃去医院看病 看起来十分的憔悴 其实自从与黄晓明离婚 别看只有仅仅一年的时间 但二人之间的差距却已经堪比云泥之别 因为自从离婚之后 杨颖的资源都成断崖式下跌 影视资源方面 她的瞪眼式演技导致无人敢用她 时尚资源方面 就剩下一个迪奥在苦苦支撑 综艺方面也十分的惨 原本以其为团宠的跑男 在有了新人的加入之后 逐渐将杨颖化为边缘人物 甚至还将其名字都给拼写错误 如今的杨颖更是因为风马秀 遭到了全网的软风沙 而与杨颖步步走地不同的是 黄晓明可算是逆袭成功 离婚之后的她不仅成功去除了油的标签 而且还沉下心来磨练演技 凭借好事成双等多部爆款剧 成功爆火全网 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积攒了很多的路人员 不得不说 曾经黄晓明为了表示对杨颖的看重 豪致两亿举办世界婚礼 但如今二人之间的差距却不是一般的大 简直是让人唏嘘不已 直到听到黄晓明这句下意识的话 才懂年入两亿的杨颖 为何一定要去观看风马秀 我认为夫妻之间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商业和金钱上的纠结 2015年 黄晓明为了让杨颖终身难忘 特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世界婚礼 除了邀请明星之外 现场还来了很多的大佬 例如像华强杨寿成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人之所以会给黄晓明面子 也不是冲着他演员的身份 而是看中了他背后的资本力量 早在2007年 黄晓明在完成初始资本累积后 便成立了异星传媒 拍摄了很多优秀的电视剧 而且在2009年 黄晓明又凭借自己的眼光 以超低的价格购买了很多的股份 在其上市之后 黄晓明的身价成功暴涨到2.5亿 黄晓明也从演员成功转型为老板 之后黄晓明又开始投资副业 先后涉足了房地产 以及酒庄高尔夫球场等多个项目 根据不完全统计 黄晓明如今的身价在50亿左右 但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他与杨颖十分的恩爱 但他在生意方面却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认为夫妻二人之间 不要有过多的事业纠缠 或许是觉得在黄晓明身上 讨不到过多的好处 所以杨颖才会选择离婚的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杨颖能够成为85花旦 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黄晓明 因为杨颖出道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出名的嫩魔 虽然与陈伟廷等人传出过恋情 但都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自从遇到了黄晓明 杨颖的事业就有了质一般的飞跃 面对黄晓明在街上的怒骂 杨颖也是保持微笑 甚至还主动哄她 可见杨颖为了成功上位 究竟有多拼 但自从他们二人结婚之后 二人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 杨颖随着事业的飙升 在外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高 而黄晓明就成了默默无闻的人 或许是觉得自己行的 所以杨颖便提出了离婚 但离婚之后仅仅一年 二人之间的地位又回到了之前 据说杨颖为此还专门找到黄晓明 希望能够看在孩子的面上 可不可以复婚 但遭到了黄晓明的拒绝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如今黄晓明已经去由成功 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爱情 这样的生活 估计让杨颖后悔不已了